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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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來有問必答的環節 在我身邊繼續有我們的事務總監郭師治郭老師 和大家談談 郭老師 你好 你好 再提提大家 如果有任何關於公司的問題 歡迎打來204-6566 又或者是電郵給我們 事不宜遲,立刻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阿John,阿John 你好 喂? 阿John 你好 你好,郭Sir 我想問二百二三是 今次會不會回到九個半左右吸納呢? 郭Sir,看到二百二三,暫時就十個一毫錄了的位置 會不會有機會回調到九個半可以入貨呢? 暫時來說,早前是九個三至九個七之間上上落落 九個半應該是中間位 技術上來說,就要看A股 A股剛才我在上半截已經分析過 現在處於一個聲喉的調整之中 如果A股再下深一點的話 二百二三股價一定會輕輕穿一穿十元 或者試回九個七八都不出奇 但注意會不會去到九個半呢? 就真是兩體了 因為這一陣由十個零六左右的水平下來 來到現在這分鐘已經不見了幾個百分比 如果A股的回調根本沒有十個百分比 理論上二百二三股價不會跌得太深 十元失手的話 可能試一試回九個八都不出奇 因為去到那個區間的話 就看看A股走勢而定 看看港股的形態是怎樣 任何買貨其實都不用太勇 也不需要太急 因為技術上少少的反覆和整固 只不過是逐沉頂當中一個正常的形態 但當大市跌穿某些防守性的支持位 例如十天線或者上升軌 那個就叫深少少調整 甚至是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當然現在這一分鐘 中港兩地的市況都未出現這個情況 但我擔心可能稍後 會有深一點的調整 所以要買貨的可以先等等 不需要太急 當然到低位的時間 分階段買就總好過 一路期待九個半的價格 因為這一陣子調整 未必會去到這麼深的 阿John還有其他問題嗎 他的250天平均線在哪裏 哪裏 哪裏 223 223 10天線 223 250天平均線 250天平均線 這裏看不到 10天線我可以給你 10天線是大約10元左右 現在正在受到考驗 你剛才提到的50天線 應該是9.41 250天線我這裏看不到 多謝阿John的電話 再聽聽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陳小姐 陳小姐你好 你好 郭Sir你好 你好 我問問那隻匯豐控股 是 我是85元入的 看現在怎樣 郭Sir 匯豐今天做86.35元的位置 陳小姐都賺錢 可以怎樣部署 其實85元買匯豐 應該不要抱著一個短線的心態 不要想著我87元 88元要走 因為匯豐這麼大隻的成份股 你要推動不是容易 當然一個急升之後 一個技術上的調整 或者急跌之後 技術上的反彈 在那一刻 幅度就會比較大些 比較明顯會深些 一般情況之下 步伐都還是比較慢 14倍至近15倍的市盈率 4來幾個股息 中性 當然不知 近期來說 香港銀行有些拼救潮出現 但你去到匯豐去到恆生 這個情況就應該不容易出現 因為兩個尺寸都這麼大 85元買匯豐 暫時沒有太大的憧憬 甚至一個月的高位 都是87.5毛半 中線少少持有就沒問題 不過短期來說 真的要看大市 市現在就咬住高台 但如果真的往後 有一點深一點的調整 匯豐的股價都會下跌 因為恆指成分裏面佔15% 很多避對症 很多牛紅症 很多衍生工具 都是朝著匯控來做 升的時間 可能會走得比較急些 匯調的時間 它的步伐也不會比較慢 因為恆指成分裏面 匯控佔15% 85元作買匯控 暫時沒有太大的衝勁 最低限度短期來說 我相信不會拿去做炒作 不過防守性是相對比較強的 不需要太擔心 若持得不太多的話 就中線持有 好嗎 好啊 陳小姐 幫不幫到你呢 可以了 還有一隻股份 還有一隻302 永恆銀行 84元進入的 想著前幾天就放了 但今天又升了這麼多 你說應該怎麼辦呢 OK 第一 恭喜你 你真是比很多人厲害 84元買那個夏榮鏗 現在116.9 如果真是成事 我說一下 真是成事的話 見一見122到126元 我想還有些機會 不知道會不會真是最終成事 不過我覺得機會比較高 因為現在仍然咬著116元 左右的水平 不過今天成交也不算少 換句話來說 這些水平去買的 不會是傻子 如果你80多元買的 不是買太多的話 暫時就拿著去 看看這場戲怎樣做 是不是 但如果真的不是 拿得比較多 自己手上現金也不太多的話 老實說 先行回到三分一或者一半 錢就一定賺不完 但是賺了那一塊 那些就是自己的 可以考慮先沽三分一或者一半 如果拿得比較多的話 如果自己覺得拿得不是太多 是很少的話 我想就不需要在意 暫時等等先 按照現在這一分鐘來看 很大機會 最終來說 如果協議是簽成落實的話 那些價錢應該要回到120元 122至126元之間 好嗎 謝謝郭Sir 也多謝陳小姐的電話 繼續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胡小姐 胡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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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什麼故事 一二四 沒有火 請問是否有燈 謝謝 郭Sir 見到金威啤酒 今天都有相關的消息 就是向華創291出售了啤酒的業務 派特別息一元 見到下午的時候 股價都曾經升超過一成六 現在收窄三個一毫半左右的位置 可否在這個價位入貨呢 幸好這個價錢是扯高上去 現在回到來 三個五毫半 下回到三個一毫四 三個一毫半左右 策略上是可以買的 簡單來說 一個星期的低位是兩個九毫八 一個月的低位是兩個八毫半 我就拿著這兩個價錢來參考 做一個指示位 技術上來說 我相信都不是那麼容易跌回下去 很可能往後仍有機會 輕輕地拉回上去 不過通常來說 一個急升之後 一定有一些回套 況且今天摸高上去 技術上來說 相對早前的低位 兩個四、兩個半、兩個六 會引發一些回套的估額 這是沒辦法的 如果不是想買太多的話 問題不大 可以買一些 不過指示位 做回風險管理 兩個九毫八 或者兩個八毫半 你自己決定 好 胡小姐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一下 可可消磨多少 以及明澤東的銀行 是 技術上來說 如果真的派特別股息的話 進一步向上走 第一站 當然是今天的高位3.5毫半 如果過得到的 除靜前 見到3.8毫半 機會還是很高 但是一切來說 都要看整個大事 以及看氣氛而定 現在這一分鐘 我覺得 分階段慢慢買 做一個部署 問題不是那麼大 講句真話 真是不對版 跌穿兩個九毫八 書又出街 我都是不外乎豪靈子的風險 是不是 好 多謝胡小姐的電話 繼續聽聽聽 為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碰面有黃小姐 黃小姐你好 黃小姐你好 你好 麻煩請請問 7.5.1 7.5.1 4.3 入的 還有 金山軟件 這些價位入不可以 好 先分析一下 創為數碼 7.5.1 4.3的價位入 現在捱少少價 怎樣部署 問題不大 一兩個月才上落 始終一定會有 最重要的是 近日的技術上的反彈 已經是初步呈現了一個短期見底的格局 你看見 高台下來是一級一級向下走 但近期來說 漸漸形成一個上落台變的格局 底部大概是4元左右 高台上面是4.6元 就在這6毫子走上走落 如果你說不是太過貴的買得 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順帶一提 內需市場裏面 加電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尤其是城鎮化計劃一推行 未來加電的需求是很大的 當然知道加電包括很多很多 而創圍來說 我覺得在那一刻 應該有條件再受追捧 不過短期來說 暫時的阻力是在4.6元 這一分鐘沒有太大的憧憬 如果拿著貨可以稍等等 同時需要不需要定止市位 你自己決定 如果真的要定的話 可以放在大概4元左右的水平 不對版的幾毫子給他就算了 不過我覺得你拿得不多的話 暫時不需要來 好 謝謝郭Sir 另外剛才黃小姐也想問 金山軟件三八八八 之前也升了不少 今天也有個回落的情況在 跌超過百分之三 十八個百毫百左右的位置 可不可以入貨呢 我就很保守 第一是市盈率比較高 因為我自己有為告證 去到四十多倍市盈率 一般看法都比較保守 看股價的表現 不是很久的 3月份仍然是6元的水平 到現在19.9元 升了三倍 升了三倍的股份 你買下去博的話 有理由的 你買當頭戲 當然是博一陣 但是問問自己 你上網多少 剛才你問到我可以上網多少 初步的阻力 在19.9元 我就當你20元 即是現在買下去的話 有1元在阻止上網的幅度 好了 純粹短炒 做一些風險管理 不對版 跌穿18元 我就指示了 承擔百毫子風險 下面承擔百毫子風險 上面有過一人錢的幅度上網 需要做一些這麼短線的炒作 你自己決定 我就認為這些短炒最好不要鬥 除非我看好金山軟件的前景 就算買一煮之後 再跌下來 我都有資金再買另一煮 甚至第三煮的話 我沒有意見 因為科網和軟件相關的股份 我本人本身是看好的 只不過這個辦法走得比較快 令到我都不敢去接受 以及不敢加以推介 技術上來說 有少少高抬的反覆 這是很正常 但是由6元上到現在的水平 還在升三倍又多 需要不需要買 或者要不要買下去的話 你自己決定 我覺得 以這麼高的市盈率來說 就算買了下去的話 都會承擔風險 或者所謂的擔驚受罷 我就寧願引手算數了 黃小姐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了 謝謝你 多謝你的電話 郭Sir不如回答電郵方面的問題 有位關太 想問幾隻股份 逐隻說說 就想先問一下3988中行方面 他就想問一下你 今年年底的目標價 可以去到哪裏中行 這個懂得問 這個真是懂得問 你問我年底去到哪裏 一年的高位是4元 我就拿3.95至4元 做年底的目標價 因為今年年底前 我覺得大使是會抽穿23944點 換句話來說 是可以將今年的市況 扭轉成為一個先低後高形態 所以我看得進取少少 不要緊 不過是否真的到3.94元 所謂萬種行程歸於市 都要看看到時大環境大氣候是怎樣 說真的 5倍多的市盈率 6倍多的股息 就算不行的話 收息也值得 所以有貨在手的 繼續持有 另外關太也想問一下 兩隻房產信託基金 分別就是405 月售房產信託 和778自負產業信託 就說二選一 在現價位哪一隻會好些 兩隻是不同的 778就是雙下的租金收入 其實Risk最大的賣點就是 收完租金 扣除少許行政費 絕大部分的資金盈利 都是分派給基金持有人 4.6倍的市盈率 5來幾個股息 相當吸引 不過沒有驚喜 還有看走勢 仍然都處於一個 急急向下走的格局 因為 由八個多人錢來到現在這一分鐘 為何會跌成二十幾個巴仙 租金不是傾定不了數 有租約在 原來其他板塊走得比較漂亮 有些基金沽完之後 轉買銀魚 轉買騰訊 這次真是發達 因為那些股價已經升了幾倍 即使是這樣 其他不少股份 近期由低位上升了很多 相反來說 七七八股價一路向下走 而且持續沉底 近日才有少許迴亂的跡象 不過初步看回頭 走勢仍然是比較弱 如果去同四零五兩日相比 大家都是Risk 但我會建議買四零五 第一個股值比較低 還有息率比較吸引 有接近百里的會議往績來說 近期來說 雖然有少許反覆 但一直咬著四元作用水平 初步的阻力 暫時來說 如果抽上去的話 第一站是四個一 第二站是四個二 第三站是四個四 屬於魏仔上樓梯的格局 兩隻選擇一隻 二選擇一 我自己選擇 就是那隻四零五 郭Sir 還有少許時間 麻煩你回答一下 家庭觀眾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想問215和記電訊 燃家位3.46 可不可以買得過 如果你是說 作為一個技術上的 一個中線少許的持有 我沒有意見 但如果你說真的抱著一個短炒 就不好了 因為整個大市的氣候 暫時來說 還未去到這個板塊 但你作為一個中線少許 資金是許可 可以作一個持有 問題不大 吸引力其實不是說沒有 只要用五里的股息 收益相對比較穩定 但進取就不足了 技術上由高位下來 已經跌了不少 近期來說 有一點點是回穩的跡象 初步的阻力是3.9元錢 如果純粹短炒 就給你止虧 不對板跌穿3.1元錢 就要止虧 不過我覺得 不容易跌穿3.1元 謝謝郭Sir 剛才提到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 謝謝郭Sir 待會回來 會有全日總結的時間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見 謝謝